说到了金钟奖即将登场 除了世帝事后的奖项之外 幕后奖项也竞争激烈 在特效设计上面 奇幻剧《不良执念青厨师》 还有时代剧《伤魂》 以及学艺剧《非杀人小说》 都看得出团队细致的特效展现 尤其如何用特效做出 武林年代的街道跟建筑 或者是以假乱真的受伤装呢 透过我们的镜头带您来看 红色丝线随着摩摩 一点一点汇聚起来 集结成强大力量 《不良执念青厨师》中 男主角不易勇所拥有的神秘力量 让他能和怪物对话 解放他们的执念 这份力量如何展现 全靠导演和特效设计的创意 惊险壮烈的车祸场面 公车上的乘客撞击来的飞机 就连一旁燃烧的树木 原来统统是CG动画合成 特效团队的加持让导演在创作时 更有发挥空间 就像红丝线 然后怎么样移动 或者是依勇写字 抽字像那个纸片飘出 或者是他的默契 基本上都跟我们的想象 其实是符合的 成操刀模仿犯 火神的眼泪等多部热门台剧 要做出特效商庄 磅礴大场面 对图围婷团队来说并不困难 只是不良执念清除师的奇幻元素 特效展现得更依靠团队 集思广益 它要什么时候断掉 然后断掉的时候 要留长一点短一点 然后颜色要多鲜艳 然后要再暗一点的画面 要让观众看得到红丝线 可是又不要很突兀 就当作来来回回很多次了 它跟实际看得到的东西 来比的确是完全两个层次 跟着导演一起去创作 它才有办法去呈现 文字所要描述的 影像 这我觉得还是过往 制作特效经验里面最 最没有过的经验 设计特效不仅能满足剧组的天马行空 也能复刻记忆中的黄金岁月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 时代考旧旧更加重要 五零年代商界经营权 政治挂钩 以及伤魂呈现上流时代的贪与恶 背景资料提也调查 前置作业复杂严谨 特效一一重现观众眼前 庞杂的场景 演员明明在日幕前活动 同样透过后制 就能走在七十年前的街道 曾以斯卡罗拿下金钟 最佳视觉特效的严正经团队 时代剧难不倒他 不只如此台评的这部影集 刘冠廷 王靖隋堂 话题卡司 齐聚一堂 人人各怀鬼胎 叠对叠的紧张氛围 还有动作性 若搏站 用特效画龙点睛 石油一下钢索就不见 甚至商庄也能后置添加 慢工出细活的特效设计 才是最难 世界特效不局限在大场面上 也归功于日渐成熟的技术运用 符合剧情而不是去炫技的东西 是最重要的 拉着观众的情感 而不是只是给你们视觉享受 台湾特效设计发扬光大 和美术音效相辅相成 增添作品看点实现更多可能 华氏新闻专题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连美术民生 Danny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